小猪佩奇 南瓜比赛 佩奇和朋友们在幼儿园里 孩子们 马上就要到万圣节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南瓜比赛 哦 你们大家把南瓜带来了吗 带来了 我的南瓜是用种子种出来的 我的南瓜是妈妈从超市里买来的 我带来的这个南瓜 它是用塑料做的 我今天没有把我的南瓜带来 那是因为我的爷爷还在种呢 没关系的 回家以后记得把南瓜装饰一下 今天晚上再把南瓜带过来参加比赛就行了 每个小朋友都会获得奖励呢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接佩奇了 奶奶好 爷爷好 你们把我要参加比赛的南瓜带来了吗 不要着急 佩奇 你的南瓜现在还好好地长在我的温室里呢 那么我的南瓜大吗 爷爷 哦 非常大 这就是猪爷爷的温室 我来介绍 这是你的南瓜 不 爷爷 我想这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南瓜了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么大的南瓜送到幼儿园去呢 一步一步慢慢来 猪奶奶 我们先要把这个南瓜做成一个南瓜灯 哦 首先我要把这里面的筐全都清理干净 接着雕刻出一张脸 再把蜡烛放进去点亮南瓜灯 真好看 现在我们把南瓜搬到车上去吧 这个南瓜非常非常的重 好了 第一步终于完成了 把南瓜从温室里搬出来了 现在进行第二步 就是把南瓜搬上车 这么大的南瓜根本搬不动 我说过这太大了 不是这个原因 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 你好 兔小姐的直升机救援服务 兔小姐 请过来帮帮我们好吗 这真的非常重要 快点来帮忙 我马上就来 孩子们都带着南瓜灯回到了幼儿园 欢迎大家来参加南瓜比赛 如果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佩奇还没有来 啊 那它在哪里呢 兔小姐的救援直升机抵达了猪爷爷的温室 你们 谁需要我的救援 是我的南瓜 我们必须把南瓜运到幼儿园去参加南瓜比赛 好的 都上来吧 下一站 幼儿园 我想我们就不等佩奇了 先开始吧 佩奇不在的话太没意思了 现在我要把最佳种子种植南瓜奖 颁给我们的小羊苏西 颁给我是吗 我太开心了 然后我要把最佳超市购买南瓜奖 颁给我们的小马佩德罗 我得奖了 最后要把最佳塑料南瓜奖颁给我们的 那是什么声音啊 快看哪 那是什么 那是天上的一盏灯 瞧 那是一个会飞的南瓜 那个是佩奇的南瓜 哇 你们好 抱歉我迟到了 你好佩奇 请问我现在还来得及参加南瓜比赛吗 当然了佩奇 我要把最佳飞翔南瓜奖颁给我们的小猪佩奇 太好了 这是我过得最棒的外甥节 佩奇喜欢外甥节